谢谢董老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这个开示不敢当 跟大家交流 探讨一下 也很感谢我们 董老师今天的分享 我想不知道大家跟我的感受一不一样 成德首先听下来 就觉得这一生一定要出轮回 不能再搞了 这一节课听下来 求处理的心非常恳切 当然也是提醒自己 真为生死 发菩提心 以身幸运 持佛名号 因为我们现在靠智力 要出轮回 已经是不可能的 黄念族老居士说 他斗胆的说 不管学哪一个法门 只要不求生净土 这一生要出轮回 不可能 我们知道六道恐怖了 又知道靠智力不能出去了 那对阿弥陀佛的恩德 智智然然就油然 而生了 所以大家共同发愿 我觉得这一堂课 好像头皮好几次都发码 可能是大家也都发出 这个要处理生死的心 劝发菩提心文 讲到念生死苦 这个是菩提心文 念求生净土 这个是菩提心文 包含我们刚刚听到 悟达国师这个故事 其实我们过去生 也可能造了不少业 比方说身体 跟过去生的杀业有关 比方说情感波折 那假如今天我们听明白了 因果的法则 那就不怨天尤人了 随缘消旧业 而且还是欢喜的还 欢喜的消 为什么 你欢喜的消 打八折 不欢喜的还给你加利息 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性殃 长人面疮 这都是抵不开业报 所以深信因果 太重要了 不信因果 或者不彻底相信 还是会造信仰 一遇到事 很可能这个怨天尤人的心念 就起来了 这个就造信仰了 所以刚刚还讲到 我们人为什么投胎 十二英元 人生都是酬业而来 我们投胎 到母亲的肚子里面 四种关系来的 所以人生酬业 抱恩抱怨 讨债还债 所以真正 看清楚了 搞烦了 不想再搞了 刚刚还念了 任业经的话 这些话 都是佛陀的慈悲 辱父我命 我还辱债 以示姻缘 经百千节 常债生死 这个是命债 其实这段话前面 就是讲到 人死为养 养死为人 所以畜生道 都是在还命债 而我们在座 都是成年人 甚至大多是中年人 以上 刚刚我们 董老师提到一句话 富贵修道难 其实我们这一代 这几代人都算富贵了 大家想一想 我们到餐馆去 点一餐饭 人民币两三千 你看那里面 有多少众生 一百年前的人 怎么吃得起 这样的东西 可是我们现在的人 物质太丰沛了 你看这一餐吃下去 那要几世还命债 前几天听到一个朋友 他学佛也比较晚 他非常珍惜 四十多岁 四十多岁开始学佛了 他非常珍惜 结果对着亲戚朋友 说到了 应该他福报不错 可能亲戚佛也都不小 说大家想一想 我们造业最多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是自己赚最多钱的时候 福报献钱的时候 造业最多 你说这有啥意思 所以老法师说 三三道是消福报 这句话后面还要再补一下 消福报造罪业 造回老家三恶道的罪业 三三道真的是观光旅游 这个不能再下去了 黄念祖老句是说 三徒一度五千节 诸位同修 我们现在听佛经的教诲 听祖师的教诲 不能因为每天听 听麻木 佛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不狂语者 不义语者 所以每一句话 我们不能当耳边风 刚刚佛讲到的 七尊佛都出世了 都已经灭度了 出世灭度了 这蚂蚁还在做蚂蚁 一只鸽子 都在鸽身 八万大节 这都是佛的慈悲 讲这些事例 让我们对轮回 产生高度的卫星 不能再搞了 黄念祖在讲经的时候说到了 一节是多长 天人穿着青鲨 天人穿着青鲨 百年 下来一趟 那个青鲨在四十里的石头上 四十里建方的石头上 给他蹭一下 然后又上天去了 百年再下来 再蹭一下 蹭到这块石头没了 这叫一节 真的知道这些都是真实的 都听了都鸡皮疙瘩 大家都起来了 不能再跟自己过不去了 所以真的觉得这一堂课 特别重要 真为生死 发菩提心 以身幸运 持佛名号 而且我们上一次 董老师也有讲到 一个人在地狱 在鞭打的时候 突然念一句阿弥陀佛 整个地狱都放光了 所以我们这故事听完了 那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可能身边看不到的众生 都会得利 刚刚我们董老师 还讲到这个小松鼠 我今天下午 我后面有个小菜地 插了一个太阳冷的 拨 拨佛号的机子 结果往这个菜地一看 有一只小松鼠 立住 一直在听佛号 立的笔直 一动不动 说也奇怪 那个太阳冷突然停了 不练了 他还立在那里 后来我多试了 我自己念了 阿弥陀佛 就把他吓跑了 所以这个自己功力差太远 老和尚的 人家的 老人家又一声 慈悲 你看动物听得都 竖在那里 当时候是觉得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 智慧得相 他遇到一个念佛机 一个松鼠 居然可以 听到这么入神 有一次我跟我们 蔡文清居士 走在路上就见到 一只松鼠被压死了 旁边他的伴侣 都不离开 有时候看到这个 我们现在人都不如这个松鼠 动不动就要离婚 我们看很重情义 结果我们就把它埋了 埋好之后 我们就走回家了 走着走着 好像后面 好像有东西 回头一看 那只松鼠还跟着我 见往而回头 爬到很高的树上去了 还看着我 所以我们也是在经历的事 体会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但有妄想执着 不能正德 而我们要知道 虽然具如来智慧得相 但是万法因缘深 它得要有一个好的缘 才能启发 它内在本有的智慧得能福报 所以刚刚我们 董老师 哽咽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受到 他能体会老法师的慈悲 老法师讲的 众生太苦了 而当初 在香港办祭祖法会 那每一次都有六七千人 甚至七八千人以上都有 这么多人同时做三十信念 同时念佛 那个操把的力量非常大 那当时候承得自己 没有智慧 还跟老人家提 看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义工 一年办三次 挺辛苦的 因为这个筹办一个法会 那前前后后可能要 一个多月都有可能 就跟老人家谈到了 那可不可以少办一点 老人家停了一会 很温和的跟我们说 那还是要办 这师父都在启发我们 过了一两年以后 我们终于明白了 现在想办了 没机会了 你看这种操把力那么大 你看现在疫情去哪办呢 办不了了 真的都是 争分夺秒啊 利益众生啊 操把众生啊 就像刚刚我们董老师提到 丁家丽老师忏悔堕胎 那我们看一年的堕胎 英领就多少啊 你看他每年加起来 他们都很可怜啊 我们看他们的情况 被 剁胎的时候 那一块一块肉被这样拉出来 那是侧骨之痛啊 所以 我们 能体会到佛菩萨的慈悲 体会到老法师的慈悲啊 那也是我们 本有的 善心呢 被老人家被佛菩萨唤醒了 而且 我们这个董老师啊 他念佛很精静啊 成德念佛不如他 他念佛的心很肯切 但是 祈请他出来跟大家 分享认识佛教 他还是很慈悲 答应了 因为 老人家讲的这个认识佛教啊 真的对人帮助太大了 好 好 我们好像有一位同修是举手啊 请说 不好意思 打断法师 我是 我是 我叫Emma 我来自美国中佛州 进宗学会 我有一个问题 想要 想问一下 就是最近家里人和我自己都要做手术 以往类似的情况 我通常会提前念佛号 或者是地藏经 回向给家人 还有做手术的医护团队 当做一种 就算是解冤事节的专案来处理 我想请问手术之前和之后 怎么做比较如法 想请珍贵法师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谢谢您的发问 我想这个情况 应该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 都有可能会遇到 那因为这个动手术 那跟健康是关联的 所以应该也都跟杀业有关系 所以这个放生 对于这个生病的人 帮助会很大 那包含我们念佛 诵经 像地藏经 这个超把的力量 也是非常大 包含我们自己修行的功德 这个都可以回向 那您今天 刚好提到了 那也是缘分 那可不可以 把这个要做手术的人的名字 可以给我们说 我们也可以帮你做回向 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 都是缘分嘛 师父也 师父您请说 因为老法师也是教我们要广结 善缘嘛 那太好了 因为我们家人 那个舍优惠惠师姐 他知道 就是家里人不修 不信佛法 他们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所以我自己学 一个人修学 有点像地下工作者 就得偷偷摸摸的进行 因为我知道自己 这是德能不足 然后智慧也不够 没有办法做到 真的能善巧方便 引导别人 所以在我有那种能力之前 我想最起码 我不要去影响到别人的 这个叫法身会命 所以我一直在自己 就是悄悄的修 如果要是能有机缘 能让家人 能亲近佛法 那简直就是太好的一件事了 感恩师父 感恩师兄师姐 南无阿弥陀佛 不管我们现在 修行上 或者是家里人的相处上 有什么境界 有佛法就有办法 包含老法师 他把佛法 在这个时代 怎么去落实 怎么去发挥 这个给我们表演的 很圆满 你看老法师 编了一本书 世界宗教 是一家 所以我们可以 赞叹 家里人信的宗教 若要佛法心 唯有身占身 不只是佛法 宗教之间都可以互相赞叹 那当然出演要顺人心 可能有一些宗教 你跟他谈 谈这个轮回 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 这个就是我们在谈话的时候 自己都要先客观了解 包含在宗教跟宗教之间交流的时候 对于他们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教义 现况可能还是可以了解一下 但是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科学的证明来交流 当然交流的时候也不能执着 一讲一个事例 看他不能接受了 就不要再讲第二个 要顺势而为 审时多事 我刚好有一次 在手机上看到了 有一个小孩 说他前世是被谋杀的 然后是在哪一个地点 他的父母听了 觉得描述的太仔细了 后来真的报警了 然后真去找 就找到一个人真的埋在那里了 而这个人住的那个地方 去了解真有这个人 然后他好多年都不知道这个人在哪 结果你看这个小孩就说出来埋在哪 然后说杀我的人是谁 就把那个凶手抓到了 我们讲这个都是真实的 这个在世界当中办案记录下来 包含 陈德当时候 在澳洲京东学院02年 老人家 老人家 吩咐弟子们 去找一些科学家研究轮回转世的 都是西方的科学家 的例子 那本来是另外一个同修去报告的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把资料拿到我面前说 你比我讲还要适合 就放在我面前 我连说no都来不及 他已经走了 结果我就赶压子上架了 我上台去我还记得一个故事 一个七八岁的女孩 记得她前世 后来就把她带回她本来的家 因为是科学家陪着她去的 因为要做研究 然后迎面而来就是她前世的儿子 然后科学家还骗她 这是你某某亲戚 他说这是我儿子 然后特殊的在哪呢 他就一直用一个母亲的眼睛 在看着这个男人 那她儿子长大了吗 她是个小女孩 比如说这个怎么解释 结果这个 后来进去了 见到她丈夫了 前世的丈夫 又娶了一个太太 结果这个小女孩就露出了 非常忌妒 很生气的表情出来了 所以我们想想 刚刚说这个轮回里面 如怜我色 如爱我心 我怜如色 以示因缘 经百间结 常在残辅 这个男女之间就这样 情情爱爱 都在轮转里面 跳不出来了 所以你看连一个小女孩 你看 遇到这个情境 嫉妒心 马上就生起来了 所以一个小故事 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好 你包含你当妈妈 虽然爱孩子 这个感情也要放得下 要用理智去爱 不然刚刚我们那个故事 你看 妈妈一投胎 又变成她太太了 我们刚刚董老师 这个故事也很深刻 佛抓住你吃鸡 杜托这个婆罗门 他正在吃的那个鸡 就是他前世的父亲 陪着他吃的儿子 就是这个 罗刹 这个人欠他的还没还晚了 还继续到他家来要 这个讲的不是别人 大家不要想的都是佛罗门 我们还没学佛以前 都干这些事 不能再干了 那所以尽力的这个帮开刀的亲人 做回向 那广结善缘还帮这些医生回向 非常好 也怕也看不到的干扰 也不好 所以这个回向的力量是很强的 我们也听黄念主老记事有讲到 他推荐人去亲近他的上司 都约好了 当天就去不了 有障碍 后来 这样的例子多了 每一次推荐 就帮他念 108遍金刚百字明 后来就比较顺利了 你看连文法都会有障碍 在这些关键的时候 很难没有障碍 开刀 可能很多这个冤业会现前 包含临终都会 那这个时候能够 用回向来化解这些冤业 是非常好 那开刀后 毕竟还在调养 都要继续功德回向 那刚好 能够找到中医来调养 那就非常好了 那我们 这个 我那一天去杨医师家里面 他们 很多医师 他们都在研究舌疹 一个舌头里面 就看到全身器官的状态 这个中医 真的对我们 这个时代太重要了 因为这个时代 我们都感受病苦 实在很折磨人 那中医可以帮 很大的忙 好 感恩法师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刘师姐她已经 我把名字给刘师姐了 好 她后面会跟进 感恩法师 感恩师兄 师姐阿弥陀佛 好 你可以直接打在上面吗 我不太会打 打在哪儿 没关系 没关系 Emma你是叫延祺 是吧 延祺 对 是 对 李延祺 我不耽误时间了 师姐如果知道 怎么打麻烦 帮我打一下 这么好的机会 我也不希望错过了 我们微信单聊 好 那感恩师父 感恩 阿弥陀佛 最后这个小女孩的故事 还没讲完 我先把我的音频关了 继续听 好好 谢谢 那 这个小 小女孩后来呢 科学家还问她一个问题 说有没有 只有你跟你丈夫知道的事情 她就说 有 我丈夫借我多少钱 她没有还我 她给我借多少钱 没有还我 结果她先生就很不好意思说 对 真的有这个事 所以这个又告诉我们了 不能 亏欠人家财务 不然呢 下辈子一定要还 所以又有一个故事 是提到了 借她 她借朋友钱 朋友很困难 她借给她了 结果朋友有钱了 都不还她 她气到都快生病了 她这么困难 我帮助她 居然都不还我 结果 后来气到 去看 看医师了 医师给她催眠了 看到 看到很久以前 住旅馆 结果住了好一段时间 旅馆的主人死了 她心里想 那没有人知道 她住那么久了 这一笔钱就没有付了 结果 在 以后再相聚的时候 就是她现在这个朋友 所以 家使百千节 所作业不亡 因缘汇聚使 果报还至受 所以这个我们呢 真明白因果了 决定不再欠人家命债 也不再欠人家情债 也不欠人家财物的债 不然通通还要再继续轮转 来还人家 那刚刚我们 董老师讲到了 一个人真正发起 要出轮回的心 会敢佛菩萨 来扶持我们 因为佛菩萨是 同体大悲 大家要相信 佛菩萨真的是 同体大悲 而且是法界生 随时在我们身边 等待机会 我们这个心 真发出来了 决定 会赶来殊胜的法源 好 那个李传芬居士 您是有问题 陈德法师 你好 你好 老师们好 我想请教一下法师 因为我弟弟的丈母娘 然后呢 他昏迷已经半个月了 不是半年了 已经好几个月了 然后呢 不知道为什么 又不行 但是呢 也不动 然后呢 就这样子一直 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任何的迹象 但是 但是他们又不幸福 然后呢 我在想有什么方法 可以帮助他们 想请教一下 谢谢 阿弥陀佛 好 那当然我们能自成 给他回向 是有力量的 那另外呢 这个 看他的亲戚朋友 有没有找得到幸福的 我们在场好像有不少 持地藏经的同修 大家要不要分享一下 地藏经里面好像有方法 谢谢法师 因为我有 给我弟弟丈母娘 名字给刘老师他们 然后都有做些回向 其实我有给我弟弟他们讲 说有时候跟他们念念佛什么的 以前我都会跟我弟弟他们讲 讲一些 有的时候我 学佛的一些心得 有时候会跟他们聊 但是后来时间久了 他好像对这个佛法 没有 没有什么 兴趣 不是没有兴趣 他讲 他讲他要再工作几年 然后呢 要努力工作几年 然后 把他工作做好了 然后他才来 才来慢慢地跟我一起学佛 所以 所以我就没有再勉强 勉强他 所以 谢谢 好 那个家里人学佛 这个都有十节应援 我们当然不能勉强 但是我们自己 依照佛菩萨的教诲 来处事带人 接物 生活工作 会给他们 一个很好的表率 他们会对佛法 有很好的印象 我们说为人演说 我们要表演得好 等到有一些机缘出现 我们讲话 他就容易接受了 那就像 你刚刚是说 你弟弟的丈母娘 都可以借这个机会 跟他在沟通 纵使讲了一次两次三次 他的家人不能接受 我们一有机会就要讲 我们不要因为讲了一次两次 被拒绝了 就不讲了 我还没有 给我弟弟他 他老婆他们讲过 因为他们好像没有接触过佛法 但是我弟弟他们有接触过 因为有的时候 我爸他也知道 但是我爸他也不能 随便去跟人家讲 然后因为我远在美国 然后我就不能在他们身边 所以我就 就我有的时候 我就只能 看我弟弟或者我爸 有机会去 没关系 大家呢 诚心都能感通 都回向 再来了 不要预设立场 现在都有视讯了 手机一视讯了 都可以面对面讲话了 这个都可以再去铺垫 去创造一些 因缘 那金刚 这个地藏经里面就有提到 这个昏迷的人 你可以拿他的物品 或者财物 然后带他去供养 去供养佛菩萨 供养三宝 这个都会有比较大的功德力 是他的 而且你要跟他讲 他虽然昏迷 他神事还在 可以跟他讲 然后去替他做供养 这个在地藏经里面有提到说 功德力还是非常大 不知道在场有没有同修 有遇过这样的亲戚朋友的视力 或者听过的 然后用这个方法产生力量的 不知道有没有 大家可以现身说法 师傅 那不知道师傅 可能可以来先想一下 请说 请说 因为弟子这些年 在念地藏经 也有一些感应 就是蒙佛菩萨加持吧 你像有一些 我们参加住念的 参加住念的情况 有一些师兄到最后阶段 是很痛苦的 那么有经验的师兄 就看到他 就说他 我们当时大概是中午 一两点钟 见到他 他在那儿 就是四大分解 然后就真的很痛苦 在他倒气 然后有经验的师兄就说 他应该是要到后半夜了 才能够就是 真正的去往生 就脱离这种痛苦 我们本来一上午 大家都在念佛 给他回向 希望他赶快就是 往生的话 不再受这个人间的最后的苦 后来大家到一点多也都疲了累了 就多去吃饭 当时 思同就想 说 一直在念佛 希望他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可能他欠的这些 冤亲债主的债 这个太多了 所以没有办法走 他最后还在这儿酬业 所以思同就说 给他 请地藏王菩萨加持吧 就拿出那个随身带的地藏经 坐在他家的那个 那个 露台那个地方 给他念这部地藏经 因为 这一位师兄呢 就是跟我们家关系蛮好的 他生病以后 我们也是 经常一起去放生 在Sacramento河去 放一些鱼啊什么的 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呢 在念的时候 心情也是特别制成 然后在 一边念一边就想啊 希望地藏王菩萨能够加持 让他不要受罪了 我心里想就不要受罪了 快一点 快点结束 结果念到第七品的时候 那个 我那个朋友就从 Judy就从房间里面出来 就带着哭枪 说他走了 说那个Ramond走了 大家都没想到 因为很多师兄都已经助念很多场了 觉得他当时那样子不会走的 然后呢 思童呢 当时就是忽然有一种很愉悦的心情 我不敢说他一定到我身边啊 但是就感觉好像有小梁夫人在这边跑来跑去 他就很 就得说他好像是啊 很开心的感觉 说谢谢你啊 你帮了我 就是具体的也不好再说了 但你能感应到就当时就是我周围就不是那种悲伤的那种情绪 而是一个一个正在受苦的众生啊脱离出来了 然后不久看那个天上的彩云啊 就是写现象从上面一边大的彩云 里面一个小的那个云啊 就在朝着那个云那样飞过去 整个那个瑞相啊特别好 所以这样可以说啊 人在最后阶段啊 就是如生归脱壳一般的痛苦 都能够凭借地藏经啊 只要是制成的去去念诵 都能够凭借地藏王菩萨的加持 让他脱离这种痛苦 那么我们平时生活中啊 司童又遇到什么事情 可以说都去请地藏王菩萨去加持 当然自己也会念经啊 咱们也有无量寿经共修啊 师兄们每周六次也欢迎大家来参加 但是为什么司童还在坚持念地藏经呢 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感悟 就是有时候啊 那个众生他的那个level啊 他的那个层级啊 没有到达那样的高度 就好像我们要给他 奉献他一个珍宝山 一颗如意宝珠 或者是一个大钻石啊 我们能理解大钻石 但是其实我曾经跟朋友们打比方啊 其实他到你来 到你这来 他就想要一个馒头 有时候他就是很 他就想要馒头 你把你最好的东西都给他 所有的珠宝都给他 他没有用的 所以这个时候 因为地藏王菩萨他发的愿 就是去接引这些 像冥界之中的 地狱之中的这些众生 受苦的众生 所以他的愿力和这些众生啊 是最契合的 所以呢 就不如先从这个层面上 把他痛苦解脱之后 同时配上 我们法师的这种开示 让他们对西方极乐净土呢 产生信心 再接引他们去往西方极乐世界 脱离这个轮回 我觉得我曾经看到一副 别人拍的那个照片啊 就上面是阿弥陀佛 授手在接引 下面是地藏王菩萨 在这样般上推送 中间呢 就是很多很多的众生 这是当时超拔现场 一张照片 我相信很多事情都看到过 然后他们那个照片拍出来 就能看到 下面是拿着西藏的地藏王菩萨 穿着那个 红色那种夹裂 在向上面推举 所以我觉得 就思同觉得哈 可能两种力量 共同一起来做 一个向上面接 一个从下面推 可能力量会更大 可能会利益到更多的家庭 更多的人们 乃至更多的众生 像师傅刚才讲到的 这些英灵 从很多年以前啊 在中国大陆这些英灵 他们真的是一直都不散 散不去的 一批一批的超拔 很多据思同所知 他们很多哈 被超到了 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府邸 然后呢 他们在那边很开心在玩 然后但是一段时间 他们还会回来 再找那个妈妈 他们是不断地回来的 所以并不是说 超拔一次就好 超爱并不是这样 你真的要让他们心满意足 最好能够配合奖金 像思同家里 一直在放那个 老法师的地藏金悬役 那么真的是可以利益到众生 这个也是有很多感应的 我不讲那么多了 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谢谢法师阿弥陀佛 谢谢刘老师 佛菩萨的愿力也都是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地藏金的功德力还是很大 那刚刚有提到的确实是可以 让这个昏迷的人 你可以以他的财物 替他来供养 塑造地藏菩萨像 做这些很大的功德的供养 他可能就可以脱离那个痛苦 这个地藏金上都有讲到 好 谢谢 阿弥陀佛 好像还有一个同修举手了 陈德法师刚刚那个同修 好像他是不是下去了 没看见他人了 那这个李传芬居士 你弟弟的那个藏母娘 这个名字也可以写上来 我们都是缘分 可以结个缘 我已经有之前有给 那个刘老师 刘诗彤老师 好 可以的 今天有这个缘分 好 谢谢 谢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太感恩了 他的名字 在我们每周六次的 无量寿经回向里 都已经有了 师父 好 好的 好 那我们也看到 董老师 今天给我们 讲的故事 都是用心准备 包含 挑的老和尚的墨宝 这都是非常用心 而且我们也感受到 老人家 写墨宝 都是很慈悲的 都把这个 佛经里最重要的教诲 他一笔一笔的 以他 这么 庄严的 书法志 来 点化我们 所以不能因为 老人家的墨宝 太多了 我们就 不珍惜了 那每一笔 可能都是 提福灌顶 这不能 末将荣义德 便坐等闲看 要 很好的 来珍惜 那 虽然现在 社会的业力 强 但是我们相信 有佛法 就有办法 供业当中 有别业 而且业是可以转的 刚刚董老师 举了那个故事 你看有 疲漏之伤 要跑到哪里 还是得受呢 我们曾经也看过报道 一群人 几十个人 比方说到加拿大旅游 坐在一个游览车上 应该不能说加拿大 我们现在在场 那么多加拿大的同修 现在讲话 要考虑多一点 就是去旅游 结果整车刚好 掉下去了 没有一个生还的 你说旅游 这个是好事情 这么快乐的事情 但你看刚好 世界音源到了 这个都是 遇到了他的 一报现前 但是我们也看到 很多那个 很严重的灾难 也有 信存的人 那个就是 他可能有 积到一定的福德 才能转 所以人生有两本账本 有两本账本 第一个是 银行的账本 看起来是 具体有行的 还有一个是 基的应得 那个 你银行的账本 在你真正 业报现前的时候 一点 都没办法转 我们也遇过 非常有钱的 企业家 他的家里人 癌症 他的钱 可以盖一个 癌症医院 但他救不了 他的亲人 但是假如他先 把那些钱 去做功德 那就可以转 所以这个 有一个 无形的账本 我们得每一天 努力 去积共累得 好 那工业中 有别业 我们有信心 再加上 修行的人 不怕死 根本没有死 哪有死 是身体坏掉 不能用而已 要换一个 要换更好的 而且在 无量寿经当中 又给了我们 一个定心丸 众生若有 极难恐怖 但自归命 观世音菩萨 无不得谢同 观世音菩萨 愿力鸿生 任何极难恐怖 只要趁念 他老人家 一定来就渡 千处祈求 千处应 苦海常坐 渡人舟 而无量寿经 末后 也是让我们 吃了一颗定心碗 假使大火满三千 成佛 威得 西能超 所以啥都不用怕 活一天 为佛 菩萨 干一天 就对了 好 我们今天 很热烈 好像 还有一位同修 举手了 请打开麦了 好 法师 真的法师 你好 那董老师你先说吧 董老师你先说 我 我现在在宿舍餐厅 就是很想 请调一下法师 我最近因为 店里 有蟑螂 然后也帮他做 三顾一 回下 那天一天 就给他 念七顾提张经 然后念完 就一直回下 请他搬家 因为宿舍餐厅 出现蟑螂 我也知道 是我没修好 但是我都 在 做卫生的时候 跟女儿 都会 有一些 伤害了他们 但是之前 做卫生之前 都已经帮他 做了很多的 仪式 三顾一 所有都按照 师父的仪式来做 但是 我真的 这阵子 十几年了 我都没有 杀生 现在 发现 最近有一些 在冲洗当中 都会伤害 有一些 众 蟑螂 最近这件事情 一直 真的 自己都觉得 好好地放下 就最深 就念佛 我都不想做 寿舍餐厅 法师 真的 我现在 很 很想就好好 念佛 先去 去西方 极乐 世界 再回来 我知道 这也是我的 供应 现在没有 这个力量 在这里 做 好 谢谢你 董居士 你能够做十几年 也是水洗 你的功德 没有 不是 我素食餐厅 才做了 两年多 我吃素 修行 十几年 其实我第一次 就是听 法师 我儿子也结婚 都是听法师的 弟子规 你的 胎式 也救了我儿子 救了我全家 所以我一直都是 遵守 法师的教诲 一直 十几年 儿子 女儿 全家都是吃素 在十几年前 我先生 过世后 有了这些 给了一些这些 他保险钱 就拿去开 这个素食餐厅 开了两三年 现在 现在遇到这个事情 心里真的一直 很难过 觉得自己 得心 没这个德 做这个事情 好 你的 善根 非常深厚 非常深厚 可以感觉到 你对这个 众生的 慈悲心 那因为 我们做这些事 都会有挑战 都会有挑战 因为毕竟 这个都是 很殊胜的行业 不可能没有考验 那 成德 建议 比方说 我们 整个 看能不能找到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哪一些地方 源头 遭感 这些 菩萨们来 我也有接触 大饭店 他们后来 也就彻底的 去检查 还确实发现 有一些漏掉的地方 可能还会 遭感 因为 他毕竟有吸引 他的 一些因 他才会来 我们 等于是 卫生 再继续 可能已经很用心了 但可不可以 给他做得再 彻底一点 那我也不是 勉强你说 你一定要继续 做下去 这个 你能够 自成念佛 因为 我可以感觉 你很 心很慈悲 所以不管你做素食 还是你念佛 这个都是 很好的功德 你可以随缘去 但是 现在这个境界 我们可以彻底的 能够去改善 能够化解 说不定 可能你还是 有应援 可以继续做 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 好的 我们继续努力 再吵一下 有没有哪一些漏洞 可以弥补的 对 因为是 一定有感召他的 可能是气味 东西 可以再检查一下 好的 好的 感恩法师 那继续要 给他们回向 给他们归衣 有 每天都给他回向 我会一直坚持的 对 感恩法师 我们祖先说 拜或或反成功 你可能 失败之后 你不放弃 可能下一步 就是成功了 所以福心处 不顺意的时候 不要马上放手 好的 感恩神德法师 我其实每次参观之前 没有疫情之前 我们参观周六周天 我都有孩子来这里 上帝子回课 我们家长都是听你的教诲 每天 每次来的家长各 都是指 一门深入 听到新法师的 细讲地址 归幸福人生的讲座 我们都很感恩法师 真的我们特别 我们家特别感恩你 特别特别感恩你 好 随喜随喜 阿弥陀佛 好的 感恩 诸位同修 诸位同修 好 感恩大家 好 这个 今天时间也不早了 法师 对不起 刚才是董 我认识刚才的董老师 我跟他是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我就先让他先讲了 法师 如果不影响你休息的话 我想请问法师一个问题 如果影响法师休息 我就下去了 但这个事很急吗 我已经比较时间长 我想把这个事情处理 所以想 可以可以 请说 请说 我把我把我把这个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好吗 请说 其实我跟董事姐 刚才的董事姐 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他的问题也是 我其实跟他有类似 但是因为我不是主 我是配角 他是主角 因为我先生呢 也是开一个术食馆 那么呢 就是先说第一个问题吧 就是说他不信佛 那他呢 就是说 到夏天的时候 他会拍那个苍蝇嘛 蚊子啊 其实我心里面是很难过 但是他不信佛 我就不再说了 因为说的话呢 他就饭是口业 那先生能够经营一个 术食馆 也是 为一方的地方 能够大家吃素 其实我还是蛮支持他的 但是他就不信佛 就是要杀这些蟑螂和老鼠啊 苍蝇啊 特别他 因为后面 苏食馆 后面有一个 后鸭嘛 他就是很多 苍蝇也会飞过来嘛 所以他就是 也要被杀 他们哦 但是我跟董事姐 不同的是 董事姐是 他是这个店的老板娘嘛 我先生 他是主 那我也不能够说他 说他 他就会说我 因为他说 不杀 怎么样 因为 其实董事姐知道 你要经营这个术食馆呢 就要通过卫生局的检查 如果不通过卫生局的检查 就会要发钱了 所以 对于我先生 他说术食馆的话 他肯定要维持这个术食馆 如果卫生不通过 他就不能经营下去 所以说 我也觉得 真的很惭愧 不能够 能够感化先生 所以 这是我心里面 也是跟董事姐 有这样的疑问 那作为我是他的太太 我也不知道 怎么样能够 帮助先生 这样 因为我们的理念也不一样 他不信佛 这样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法师 好 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 法师 我一直都想问你 因为 其实每次都看你很紧的 我就不敢问了 那今天我看 如果可以的话 就问一下 法师是这样的 因为我家里呢 其实有很多人送 因为初学会的时候 很多人都送这些 佛的像啊 或者是这些 佛的吊嘴啊 那 小孩子呢 他们带的时候呢 你看这个都断 看得到法师 看到吗 看到吗 我怎么样 让你看到呢 法师 你拿到你的 脸前面 对 你看都断了 都断了 你看这个头 关一博萨的头都断了 然后这个也是 也是断了 后来我就 就是这样 我又用了粘胶 把它粘起来了 是是是 那就是 我就不敢扔嘛 法师 就你看都断了 这关一博萨的头 这个就是我粘起来的 然后呢 这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这个 玉嘴嘛 然后呢 我妈妈呢 前一阵子把一个 一个 一个佛菩萨的 像他不小心就 摔倒了 他的手呢 我就把它 装在这个 盒子里面 你看到有这个 对对对 佛菩萨的像的手 对对 所以说 我也不敢处理 因为我怕有什么 就是 自己也知道嘛 这些都是 佛菩萨的圣像 我们要 无理无法的处理 还有就是 好像这些 佛基嘛 这个还好啦 这个就是 佛基 阿弥陀的佛基 就后面有关心 菩萨的这些 唱诵啊 无量寿经的 古诵啊 地专王菩萨 这些上诵 那我有一个呢 就是 有佛像在前面的 像有 阿弥陀佛的佛像 整个是在前面 但是他也 坏掉了 那就是说 也 不知道是 反正这个机器 都是要 耗损嘛 那我想 请问法师 现在 我们住在城市嘛 那我不知道 怎么来处理 这些 就是 法宝 如果扔掉的话呢 我有一个 同修是跟我说 他说 是这样跟我说 他说 其实 你最重要 是恭敬心 他说 你把它 作为 就是回收饼 放到桶里面 主要你这颗心 是恭敬的 就可以 因为你不是农村嘛 农村就可以挖一个地 或者一片大土壁 你可以埋一下 我们在城市 这个真的 又是非常 很热闹的城市 就是大的城市 真的 土地已经很 很少了 就说 不知道 我怎么去处理 就是我想 请教法师 这样的话 大家听到 可能他们也遇到 我同样的问题 他们也 知道 这个处理 是的 对不起 法师 我打倒你了 对不起 不会 不会 好 我想 让你这两个问题 谢谢法师 自卑 好 谢谢你 感恩 法师 我们 这个修行过程 都会有境界的考验 但是我们 要守好这颗心 要安住在你当下的情况 你先生他做素食 他还愿意做 这是好事情 对 但是呢 你现在 你不能做主 我是感觉我们这两个同修都很慈悲 特别可贵 好像我们马来西亚有拍了一个片子 就是先生是杀猪的 而且呢 他先生 看他念佛 还 让这个太太呢 还得要抓着那个猪 然后 他先生就这么杀 让他抓着猪 然后还说这个 反正都是吓他 但这个也是逆缘 但是 他就念佛 每一次都是尽力的超度 这个猪 所以你在这种境缘里面 也自成 以你这个这么慈悲的心 念佛 回向者 这些苍蝇 然后我们 在家庭当中啊 真的把 佛的教诲 落实 我们相信呢 另一半也是 都有如来智慧德相 做到让他感动了 方方面面 每天发生的事 我们都尽量 依佛的教诲去做 真的让他感动了 他惭愧心自然升起来了 心一软化了 慢慢 这些局面都会转变 但是要守好这个心 不要伤心 不要难过 要自成念佛 跟这些众生结个法源 好 那第二个问题 应该老法师在讲经的时候 有没有回答过 董老师 这个问题 你听经比我多 阿弥陀佛 法师 这个问题呢 我不知道这位 美玲 同修 他住在什么地方 你们那地方 有没有寺院 有没有 我是在 纽约了 太逼急了 而且我是住在 纽约的曼哈顿 真的这里都没有什么 也没有寺院吗 也没有寺院 但是寺院我们都是 这种 怎么说呢 不是像中国重明这样 的寺院 这样 就是 住一个佛堂这样的 那他们那里 有出家人吗 有出家的法师吗 要 纽约这边 寺院应该有出家的法师 但是我不怎么 我不怎么认识法师了 我都是在家里了 那也不需要认识的 阿弥陀佛 师父老人家在经教里 这么说过 应该是 如果利亚没有记错的话 师父老人家说 这些都要完整的 包装好以后呢 这些佛像啊 或者是经书啊 他已经破损的书 是要修补的 这些佛像啊 这些法宝呢 应该是要找 很洁净的地方掩埋 或者是交给寺院 因为利亚在国内的时候 在大陆的时候 在北京有寺院嘛 所以有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呢 都让家人送到寺院去了 他们有统一的这个处理 就是统一的把它处置好 就是寺院应该 他应该都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 否则的话 真是要找一个 洁净的地方掩埋 而且要好好的包装起来 不可以 真的是不可以 用在垃圾桶的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这个是知道的 所以还要找一个 或者在郊外啊 实在不行啊 那个这个树林里啊 就找一个比较洁净的地方 把它掩埋 包装好 而且还不能是 用的垃圾袋 这样是不公敬的 这样的话 应该是 应该是可以的 或者是交到寺院 因为大陆的寺院 它是这样 它没有统一的 就统一的 就把这些 就积攒起来以后呢 统一的这个处理 所以呢 如果您住在那个地方 不过现在 当然是疫情不好外出 但是可以去郊外的吧 我 丽雅觉得 找一个干净 洁净的树林 那这些地方 把它深深的掩埋一下 是可以的 等知是不 佛像是不可以 扔在我们这个垃圾桶里 这是不可以的 阿弥陀佛 另外呢 丽雅自己有一个体会 就是之前也跟 在这个供修里头 遵照崇德法师的开示呢 也跟同修们分享过 就是刚才 董居士 我本家 还有美龄 这个居士 你们提的这个问题 就是家里的众生 怎么跟他们协调 像蟑螂啊 这些 那丽雅家里没有蟑螂 但是呢 丽雅处理了 马蜂 苍蝇和这个燕鼠的 这个 这个事情是按照师父上人 经教里讲的 给他们念佛 然后跟他们沟通 这些小动物 真的比人好沟通 每次跟他们沟通以后 他们真的就搬家了 丽雅觉得最重要一条 像您的先生 他没有学佛法的话 那丽雅就是建议啊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您 先生 他在前面杀 您在后面念佛给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生到极乐世界 再一个呢 是自己绝对不杀 然后呢 可以跟他们沟通 说我真的不愿意伤害你们 给他们念佛 说你们呢 不要到这里来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里 你们的生命会受到威胁 那 我是佛弟子 希望你们不要受到生命威胁 所以你们请搬家 他们都每次都听了 都走了 我们家的苍蝇 我是坚决不打 苍蝇派全部扔掉了 阿弥陀佛 幸福我的先生 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开始他打了两天 后来看我不打 他说我也下不了手了 他说你不打 我也下不了手了 所以他 我说那好 咱们都下不了手 苍蝇派扔个垃圾桶了 然后跟他们沟通 就是希望他们搬家 我们真的不愿意伤害你们 希望你们 但是之前 丽雅跟先生都是大量的打苍蝇 所以那苍蝇是越打越多 全部家里都积满了 房顶是黑色的 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 房顶真的是黑色的 然后 这个窗户都是 都是被我们打的尸体嘛 然后分不清里外了 他们是跟你拼的 他是跟你拼的 你越打他越多 你越杀他 他成群结队的来 然后扔 在我们家的花园 那个桌布上 以前是一个夏天下来 全部是苍蝇爸爸 都是满满的苍蝇爸爸 一个夏天 我再打一年 再打两年 就变成一个月 那个桌布就全部是满的 全是黑点 再后来是变成每天 他跟你战斗的 是非常的激烈的 然后就幸亏听了师傅的 惊叫 我就不打了 结果这苍蝇就没有了 现在我们的园里的桌布 一个夏天 两个夏天 全部是干干净净的 一滴 苍蝇爸爸也没有 这是 这是绝对自己不要杀生 如果别人杀 是他的因果 我们不杀生 我们对众生 永远保持慈悲心 所以给他们回想 不要难过 因为您的慈悲心 他们能体会到 所以您先生的因果 您不能带他 带不了 所以呢 他在前面杀 您在后面 给他们念佛 然后告诉这些众生 你们最好搬家 因为我不愿意看到 你们受伤害 那时候 丽雅也分享过 就是我们家 十年了 每年 马蜂 一群马蜂 都在我家见过 就是围着这个房子 今天 今年是东 明年西 后年南 后年北 总之是围着我们 这个房檐里建 最后建到我们家 那个门口 就是后花园的门口 那个还把工人 来做工 来干活的工人 给人家盯得出了故障 就是出现过敏症状 那个马蜂不是蜜蜂 他一下就坐在地上 不能动 所以后果很严重 所以我们就要把 这个马蜂窝除掉 这之间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因为德国 德国政府规定 马蜂不可以私自除 必须要找政府的那个猎手 所以我丈夫就通知猎手了 结果呢 说好了日期 我不知道 等到那个马蜂被除去了以后 我儿子在告 我们外出了 我儿子他打电话 说说马蜂被除掉 我回来以后 给他们忏悔 我说没有通知 事先通知你们 我实在对不起 就给他们忏悔 但是第二年他们厉害 他们不在房檐里建卧 他在我们家园子正中心建个卧 那个园子没办法去 除彩也不能除 然后这个状况 然后呢 因为猎手是我先生请的 非常的奇怪 我先生就站着那个中心 想看一看怎么回事 一下飞来飞过来一群 咬了我先生一身包 非常的危险 这是有生命危险 因为这个马蜂钉可以 那个造成心脏拒停 就骤停的 我先生一下子 就一下都脱光了 也没办法躺到床 我说你不要慌 不要着急念佛 然后呢 给他上一点药 我说如果很紧急 我们就只能请紧急医生 但是幸亏 他没有生命危险 然后等他好了以后 我就去到那个地方 我先生就 当时就惊了 在旁边大喊大叫 我不理他 我很安静 我走到那个中心 我就叫他们 都是叫菩萨 因为老法是教的 要称他们菩萨 他们会欢喜 我说马蜂菩萨 我说你们 在这个园子中间 建了这个窝的话 非常影响来来往往的人 影响我们正常生活 我绝对不想伤害你们 这一句话 真的很重要 让他们知道 您的慈悲心 我不想伤害你们 你们请你们搬家 我说我也不知道 该搬哪 我说向着 太阳落山的地方 因为我们家园子过去 另一家就是西边过去 就是田野了 我说你们搬到那里去 不会有人伤害你们 请你们一定要搬家 不要受到伤害 我绝对不会伤害你们 我跟他们祈祷的时候 就站在边上 就是我先生原来站的地方 他们围着我飞 很多 但是一个也没有盯我 我先生站在旁边 大喊大叫 我没有理 我要把话说完 我要把佛念完 他们一个都没盯 然后我就把那个围场 我就画出来 我说方圆两米 谁不许过去 谁也不许碰 我先生说除草 我除草 这个夏天忘记 不要除 就这个地方不许动 不要影响他们的生活 然后第二年 他们就搬家了 从此以后到现在七八年了 再有没有一个窝在我家见 所以师父老人家讲 这些小动物是很好沟通的 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他们真的好沟通 跟他们一定要讲这句话 我不伤害你们 我们也不想 我也不想看到你们被伤害 这样他们都理解的 包括那个艳蜀 后来我也跟大家分享 把我们家的草坪全部毁掉 我们家两个草坪都毁掉 全部是艳蜀 我都是一个一个黑包 像那个小坟队一样 然后那个园丁来了 说必须杀 你说只有这一个办法 没有别的办法 我说我就是不杀 结果他就找我先生 他说这个只有杀 我先生说 丽雅说不杀就不杀 我先生他心也软 他说那你们就跟着他这么过吧 我说那就这么过 那没办法 也不能除草 也不能就一个一个小坟包一样 全部满了 因为邻居家也是这样 我们这一片反正不是这家有 就是那家有 然后呢他们在地底下呀 但是我又想还是跟他们沟通 因为有了前面苍蝇和满风的经验 所以我就两边的园子都去念佛 其实就是一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一分钟都不到 我念了十声佛号 我说艳属菩萨 请你们搬家 就是还是那句话 像太阳落山的地方 那边是田野 我不想伤害你们 可是你们把我的园子全部破坏了 但是我绝对不伤害你们 我是请你们搬家 你们在那边可以快乐的生活 没有人能伤害你们 我就念十声阿弥陀佛 前面这片园子做一遍 那面园子也做一遍 每一遍就是一分钟 我就是这一句不伤害你们 请你们搬家 然后从那以后 塞也没有了 一个元数也没有 因为过了一个月以后 我就跟园丁说 我说你可以把这些坟包了 这一个一个几十个呀 我说你可以把它压平了 如果它再鼓起来 说明艳属还活着 我说那我就不动它 我说但是如果不鼓起来 说明他们都搬家了 那元宁说你保证 我说你试一试 全部都摁扁了 从那以后到现在 也是七八年了 再也没来过艳属 我可以看到邻居家 一个一个小坟包黑乎乎的 但是我们家一个都没有 前后原子都没有 再也没有过 因为我想再来 我还是这一套 我还是这么跟他们沟通 但是呢就再也没有过 所以这些小动物 真的比人好说话 真的比人好说话 您试一试 感恩你们提这个问题 我小师 大家都有这个 希望你们能够 跟他们沟通的好 然后再回来分享 大家一定很欢喜 阿弥陀佛 谢谢董老师 谢谢董老师现身说话 还有我们杨医师 也提到这个普安咒 杨医师这个是 针对什么相应的咒语 您可以说明一下吗 法师吉祥 大家好 这个普安咒 就是普安法师 他专门为 虚除这些 不让伤害众生 这个射重书乙 大家可以从网上 直接下载 在那个有这种 射重书乙的地方 就播放这个普安咒 就可以 他们可以让他自动搬家 不再干扰大家 相互不干扰 就是这么一个咒语 谢谢 咒语比较长 播放的声音 就像这些 文中书乙的一些叫声一样 但是效果都非常好 大家可以试验一下 非常感恩大家的法供养 包含还有把老和尚 对于这个佛像的 处理的开示 也有贴上来 大家都可以下载 来学习 今天 感谢董老师 感谢大家这么踊跃的参与 谢谢 阿弥陀佛 还有这个佛像 或者是我经书破损了以后 来不及处理 像董老师讲的 你找一个盒子 把它放起来 可以放在你的阁楼上面 可以放在你的阁台下面 就把它保存着 等到以后 几年以后呢 你可以方便的时候 带到寺院里面去 或者带到一个旅游的时候 或者到一个清静的地方 它埋在底下也是很好的 就是法师 所有的老师们 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这个佛像 就是要么就交给寺院 给他们帮我 能够如理如法处理 要么就是去比较 清静的这些大草原啊 树林里面 埋在地下 就是这样吗 阿弥陀佛 是的 您看旁边这个 哪位同修 他这个分享的 讲得非常好 就是说 两种方法 一种是将它 埋在干净的土里面 最好能在郊外 人际汉制之处 把佛像埋在地底下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是火化 在寺院里的 有火化炉 这个方法来处理 是老法师的 这个 不知道哪位同修 找得非常好 这么快就找到 报居士 感恩感恩 非常感恩 马上就找到了 对丽雅的记忆里 师傅老人家 是这样教诲的 放在一个盒子里 要包装好 不能就乱 乱裹一下 就这样不合适 一定是有恭敬心的 把它包装好 然后买在 清洁的地方 或者就是寺院里 这是在大陆的时候 送到四下里 他们那个火化炉 对 他们是有 一起来处置 如理如法的处置 好的 感恩您的问题 感恩 感恩所有的老师 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好 好 那今天我们的课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先回向一试 然后 好 一起来 回向 现在我们一起来 送念回向文 愿以此授课功德 回向给尊敬的上进下空老法师 祝愿师父上人 法体安康 长久住世 光寿无量 祈愿在新冠病毒肆虐中 罹难的众生 脱离苦海 往生净土 在新冠病毒肆虐中 患疾的众生 早离煎熬 得以安乐 祈愿佛陀的智慧 遍及全球 众生无苦 世界和祥 为愿 佛所行处 国意秋聚 尼布萌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历不起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崇德新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愿望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 同生极乐国 下面请大家 亲生起立 让我们用自制成心 向西方极乐世界 大慈大悲 大愿大力 皆引导师 阿弥陀佛 顶礼三问训 一问训 其 再问训 其 三问训 其 向增进的上进下空老法师 顶礼三问训 一问训 其 再问训 其 三问训 其 向增进的上成下德法师 顶礼三问训 一问训 其 感恩成德法师 向授课老师致谢 一问训 不为礼 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 感恩大家 感恩老师 今天的认识佛教论坛到此结束 感恩成德法师 感恩董老师 感恩各位忍者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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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